自在人生大學堂, 葉文輝 助你自在, 自學, 活出風誠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 葉文輝 自在人生大學堂, Hello, 大家好 我是啤梨葉文輝, 我身邊有鋪偉老師 Hello, 大家好, 啤梨Sir, 你好, 我們又見面了 有見面了, 菠梨老師也是中文科老師 也都是作家 那這陣子有沒有寫東西? 這陣子有, 寫一些散文 和寫一些唐詩的感受 嘩, 嘩, 正啊 那寫完之後會不會有另外一本新的著作呢? 會啊, 到時候一定會送你一本 請你多多指教 嘩, 太好了, 因為我手樓上 都有曾經菠梨老師寫的書 來不終就拿出來 令我提醒自己很多東西 亦都啟發到我很多東西 簡直想找你做代言人 嘩, 真是, 如果是就是我的榮幸 都是我們彼此的友誼的一個象徵 嘩, 即是有阿婆威老師在這裡 就教我們怎樣說話 聽阿婆威老師說話 就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這個語言表達 不是你來都不知道誰來 不過今集我有一點點謹慎 因為我的主題就是 特別情景要慎言 特別情景要慎言 就是要小心說話 是呀, 什麼時候都是小心 使得萬年船 特別你看到現在 譬如有很多的會議 甚至乎 工作上有人來找我等等 其實有小心一些事情 就是牽涉到專業的意見的話 很多時候對方現在流行錄音 是呀 所以如果我們說一些不專業的事情 很容易被人上綱上線 哦, 那麼所以 什麼情景都要慎言 如果什麼情景都要錄音 特別牽涉到一些 我們情感的抒發的時候 譬如說 我最近發生一件事 有一個同事跟我聊聊天 他就說 因為本來要面見一位政府官員 對方是應該很持平地針對兩個人 有A有B的 但是他又錄了他的說話 原來他在說話裡面 官員就說 我對你的印象很差 變成沒有了一個持平的準則在 這個就會引發後來的很多的爭議 和互相的不滿 所以這些譬如說 我對你印象很差 或者說過去影響他現在的觀感等等 這些都是有為專業 譬如我教書就知道了 你教書也很大壓力 因為你講的每一句說話 都可以被人用來做話柄 都要慎言 就算不是有被人錄音的可能 對方都是一個健全的心靈 如果我們講的一些說話 傷害到他 或者令他不安很久 其實我自己都會很難過 所以都是小心點好 那說話不就好像很不自然 會不會 什麼都好像繞圈一樣 固然是繞圈 但是我們用一些好聽的說話去包裝 就是說少少修飾 那可能事情就不同了 這個就要多些練習去拿捏 怎樣修飾得來是舒服的 聽下去 譬如我們第一個環節就是說尷尬場面 有句說話我不是很理解的 現在很流行的 就是說 只要自己不尷尬 尷尬就是別人 那其實是不是要去到這樣 應該是雙方都避免尷尬 不是說只要我不尷尬 尷尬就是別人 就好像有一點點磨賴 這個世界不是只顧著自己 我不尷尬對方尷尬 如果一間房裡面只有兩個人的話 你都不好仇 你尷尬就不好仇 沒錯 如果令到兩個都不尷尬 才會贏 所以要雙贏就是這樣 這個又是我們要 就算有很多事情做 我們覺得他來找我求助等等 是佔用了我很多的時間都好 我們都要避免一種情緒上面的宣洩 特別是溝通的時候 要好好管控自己 這一頭情緒的猛獸 然後令到自己更加專業 就會最好 兩個人的溝通 除了剛才你說 有機會會說錯話 會令到其中一些人會尷尬 又或者可能你說錯話 給別人做話柄 你說錄音 就算不是錄音 你在現在我們的通訊軟件 是 WhatsApp都有很多證據在那裡 那些又是一個類似的範疇 因為整整一下 就見到一些人誤發言 不知道自己的說話 會怎樣被人處理 或者圖會引來什麼效果的時候 有些人好像旁觀者一樣 永遠都不參與 這個又是一個現象就是 雖然社交媒體很盛行 是很方便 但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就反而要特別小心 有一件事我覺得就一定是肯定的了 若果一個聊天室裡面 大家都不太參與 跟另一個聊天室 他們很活躍 一定是這個聊天室發生了 一些 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一定要正視的 因為我總相信 這個沒有人參與的聊天室裡面的人 他們可能有參加其他的聊天室 說不定是很多話說的 他們只是在這裡不說話 這是什麼問題出現了 其實很多時常生活 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學生的群組也好 或者做事的群組 有些群組真的有人不敢亂說話 會的 有時候我們又要言歸正傳 就是覺得 他不說也比說錯 不說也比說錯 是安全一點 是安全一點 當然如果那個群組 比如說中學同學來的 相識了三四十年 死黨來的 那個參與度可能會高很多 因為大家都肆無忌憚 知道 知道 不要裝作 中學的時候 你是這樣 沒有理由現在 假裝了正吸危助 那些可能會是 參與度高些 但不是必然的 所以都是說 如果在不同的場合 最好都是謹慎一點 是 那除了是這些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情況 要慎言呢 比如 有些事情尷尬的場面 有時候我們忘記很多事情 一個朋友 突然間 咦 或者看到一個學生 不記得它叫什麼名字 哦 是 通常我現在 就好像懶惹幽默 不好意思啊 老毛 一時間忘記了 老毛 挺好用的 就是 插開的話題 但是都不可以每次用的 可能都要說 譬如舊生 他一定記得我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去聯想到他的名字 當然你說 你是不是姓陳的 我猜中機會大很多 但是 其實都可以另一個層面 就是說 真是說自己不記得 不好意思啊 我忘記了你叫什麼名字 你是哪一屆的 那樣 直接去 說一些自己 真是 忘記了 沒有人可以記得所有的 總共 凡有這些尷尬的場面 都是死撐 那就未必是好事了 不記得名字 我都很深感受 就是 因為 我都是 這類型的人 我不是刻意不記得的 但是我一看到我的樣子 記得的 認得他的 但是一時之間 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做事可能只不過 多人 那我怎樣做法呢 就 當記得 因為他很記得我 你粉絲太多 有時做事 或者粉絲又會 過往試過有些粉絲 我 他不記得他 他真的生氣 即時生氣給我看 因為他覺得我記得A 不記得B 記得A不記得他 所以我索性 全部都不講名字 烈照都高 有人看到 很久沒有見 即我有些什麼印象 我就說出來 可能 我記得他上次是 肚痛的 還有沒有肚痛啊 他知道我記得他 不過其實我講不到他的名字 我們有很多時候 真的會不記得 這個要小心處理 除了名字之外 有一些特別的場合 譬如我們要拒絕別人 或者遇到一些騷擾 要怎樣做呢 譬如有時候 在巴士上面 我們坐在前面 後面那個人 不斷抖 或者是把雙腳在你旁邊 弄一弄一弄一弄 你知道很受到騷擾 這樣 都是要容忍了 若干時間之後 直接跟對方說 不好意思 你的腳頂到我 諸如此類 可能令到場面 沒有那麼尷尬 Belly Sir 你有沒有試過 去拆穿別人的謊話呢 曾經 當然有 當然有 他講謊 我即時拆穿他 我試過 當場 當場有試過 之後有試過 是 但我不是很記得 都很久了 因為近來我蠢了很多 大家講謊 我都不太知道他講謊 小時候可能 腦子轉得快點 現在蠢了 但如果你當場拆穿他的謊 之後雙方的關係又怎樣 是怎樣 是差的 但是我那次拆穿他 他臉皮都很厚 都沒什麼 大家都笑過 真的是朋友來的 是的 是的 是 我記得是 因為他遲到 約他出來吃飯 遲到 他講了個謊 但我知道他遲到 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有些人 當事人告訴我 他身邊的人 我就拆穿了他 但是跟著他 都是隨便 隨便 隨便 那他遲到 都要做一個謊言 又是 只會被你拆穿 是的 最壞的是 他沒想到 他說那個謊 作的人物 我都是認識的 這樣 是 為什麼我提出這件事 就是 有時候我們那個謊言 不一定是完全懷著惡意 可能有些是善意的謊言 我們為了維持的關係 未必會即場去拆穿他 但是也都可能 令到知道他 因什麼事要說這個謊言 就會原諒了對方 這個就令到大家的關係 可以再向前走下去 例如 有什麼時候 我們會講一些美麗的謊言 我自己一次就很深刻的 因為小時候讀書中學的時候 家境環境 就不太好 有一次就約了一個同學 就在哪裏等 他說在你家樓下等 我自卑 我不想他知道我住在這樣的地方 就是板間房的地方 我就說在哪裏 樓下等 去遠一點的地方 是啊 他以為我住在 豪華的大廈那裏 其實我不是 我就很善意地 或者當時不成熟 就覺得我不想他知道我住在這裡 其實對方又知道 他沒有揭穿我 反而 大家知道一個善意的謊言 就算了 如果換轉是一個比較壞的同學 他就說 你哪裏住這裏 你是不是住那裏 那裏 可能很尷尬 你這個場面 是啊 這些都是善意的謊言 也都沒有傷害人 最少是 而你當時的同學 也都處理得很好 沒錯 所以善意的謊言 要遇到善良的人 是 反而令到彼此的友誼基礎 達得很穩固 是 當然我現在長大 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在哪裏住就哪裏住 沒有什麼 是 好像有時候出去吃東西 家裏有些老人家 你知道老人家 三高很多東西不能吃 老人家不會叫 因為現在用手機的點產 是 有個梅菜購玉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後輩 家裏的後一代 新一代那些 互相打打顏色 就跟他說 梅菜購玉 沒有了 但其實是有的 是 他告訴他 有些菜心 戒冷 不只是這樣說 瓜瓜菜菜 都是在說一些善意的謊言 是 這個很好 特別是有些職業 譬如護士 醫生 他們說的 如果你說太真的話 接近真相的話 反而會嚇到那些病人 老人家 都不頂 不過都真的 會很容易 所以表達方面 就要避重就輕 不過有時候有些人 他的身份很尷尬 你知道今時今日 大家有很多問責的行為 而某一些身份 他真的少少謊言都不能說 就很慘 特別是 剛才你說的 可能是醫生 可能他職責 當然當然要說真話 是 但是他想 想給多些鼓勵病人的時候 就要說謊 真的很難拿捏 我不是醫生 我都覺得是 很難搞 會的 不過我想他們 這麼專業 培訓的情況下 一定有一套 比如有些倫理的準則 可以怎樣去演繹 不是說一成不變 反而我們多些觀察 當然最好最好的就是 這個百分之一百完美 就是視對方為自己 同樣的親人的時候 那種的處理方法會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最高的標準 最高的理想 但如果不行的話 都希望能夠 盡量人道 或者逆地而處 就是假設自己是 聽那些說話的人 會有些什麼感覺 以及對這件事 到底有多少幫助呢 才去作覺回那些說話 這些身份 這些身份真的要慎言 就是醫生護士 還有什麼身份 或者什麼情況 我們要慎言呢 普通人 譬如我較為少 發生在我身上的 就是怎樣拒絕別人 你全部都 通常我是被拒絕的 你是被拒絕 就不是拒絕別人 拒絕別人 我最近經常發生這件事 是 一個朋友經常找我 他很想找我打台灣牌 我一而再再而三 我相信他覺得我是刻意避開他 是 他都約了我半年 我都真的推了他半年 但是有時候都不知道怎樣拒絕 我想 你不忍心他輸了太多 不是 他真的不幸運 找到我都沒有空 還有就是 我也曾經有想過 我講不講一些大話呢 是 但其實我又真的有事做 我做是一個事實來的 是 但我說的事實 都好像大話 你明白嗎 對方可能懷疑是我說大話 這樣 這樣也挺兩難的 角度 很兩難 你又不能夠說 什麼叫我做這麼頹廢活動 沒有 又沒有這麼說 所以 有這樣的情況 拒絕人都要有些技巧 在不傷害到大家的關係 不傷害到對方自尊心的情況下 這樣 要拿捏得很好才行 是 譬如說 你可能 拒絕別人都拒絕得多 那 你又不可以說過於冷酷無情 一刀刺下去 但是又不可以縱容 有時候 有些關係又應該適可而止的時候 這個又要通過人生的月曆 經驗 去拿捏得好些 是啊 譬如好像有時候 我有個朋友這樣 他是做廣告公司的 找很多不同的藝人 或者一些模特兒拍廣告 我為了避免尷尬 自己都沒有提出 跟他說 不如你新過一輯的內褲廣告 就找我做 我自己都免得提出 我知道他一定會拒絕我 所以我就免得令他有這樣的機會 你去做那個主角是嗎 是啊 我內心是想的 但是就可能因為 因為你沒有提出這個要求 而錯過了一個很重大的機會 是啊 但是他找到那些都是很大隻的西人 那又不是很對的 是 我們有時候要 就是兩者之間 取一個平衡點 另外就是要盡量都 以不傷害對方 和保護對方為原則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 都發生在我身邊的事 有些朋友說 某年某日 我拒絕誰的表白 但是這件事可能過了十幾二十年 而對方都有新的發展 但是 再拿這件事來講 就好像有少少將自己升高了 是 將別人降低了 是啊 所以有些東西 特別是那些 可能幾十年同學那些 過一年前那些東西 是不是 又拿這些東西來講 是 雖然他可能覺得 我都是happy share而已 無傷大雅 但是 對人的影響 就未必是這樣 對自己 對自己 因為是拒絕別人的那個 就可以發聲大大 是 但是被拒絕那個 又可能覺得 這些是不值一提 已經是過去的部分 不想再提起了 那樣 所以我們說 跟不同人的聊天 表露多少真實的東西 都要顧及到 當事人 可能會有不同的感覺都不定 蒲偉老師 那些特別情景要慎嚴呢 我也有感受 是 譬如說 我們現在做節目這樣 對著鏡頭 或者對著咪 大戲電波 大家聽到 我們都要慎嚴 是嗎 我還要忍笑 還要忍笑 不用啊 不用忍 平時很喜歡笑的 你可以笑多些 但是原來 笑太多 咪就會俗稱爆咪 爆咪 令觀眾聽得很辛苦 細小一點笑 所以慎嚴之外 都要慎笑 慎笑咯 即是有些人 我記得有時 訪問不同的嘉賓 當然不是蒲偉老師 蒲偉老師 就是奔奔有禮 他講話 有很多動聽的說話 和用詞 但有些嘉賓說 我真的怕我不小心說粗口 是 他們就 在不同的地方 都要慎嚴 我就說 電台你什麼都可以說 真的粗口 真的不要說了 麻煩你 沒錯 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中文老師 我看到現在很多現象 平台等等 都很多粗言諭語 雖然他覺得那些 不是什麼特別的情景 不過 凡是會通過大氣電波 給其他人看到 聽到的話 我也覺得 我們溝通的技巧 是以優雅為償 盡量無需要通過一些粗言諭語 去騙那個like 以及標其立意 都真的 因為如果你夠了的話 絕對有很多詞語 或者說話的技巧 代替到那種粗言諭語 但同樣是有同等的like 或者同等的讚賞 你不用一定是 下下用粗言諭語 去到 draw attention 沒錯 連帶粗言諭語 我也想說說一點 就是 可能我們讀男校那些 就肆無忌憚的 口沒遮難的 有時候聚會 那些男生 就會說很多 有味的笑話 換轉去另一個情景 就要小心 譬如有異性在那裡 你可能覺得 我都是說平時說的話 但是 不可能會構成一種騷擾的行為 或者對方覺得不安 這樣就有很多爭拗 因為這個要特別小心 就是不要去冒險 或者覺得二十年前都沒有什麼人理的 二十年後 現在的社會 特別注意這方面的言談舉止的時候 我們就要留心一點 盡量講笑話都不要太過犯 特別牽涉到一些性話題的時候 就要小心處理 我又沒有這個煩惱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男女的校 很多女生在旁邊 都可能小時候都要知道要小心 可能他們都粗言蜚語 說一些說話 有女生在那裡 都要顧及一下形象 我都幻想到 如果一班男生 就真的會有時候會free很多 好像在球場一樣 即是去踢球的時候 沒有女朋友跟著出去踢球 整班男生踢球 說話很free 真的 沒錯 男生有時候 跟女生有時候 覺得到的東西 好像真的有點不同 這些我們叫做敏感的話題 特別是敏感的話題 我們要牽涉到 底線在哪裡 這個要嘗試 如果我們能夠在心目中提高一點點 那個就會能夠謹慎一點 但如果我們覺得很自由自在的 底線很低的話 就很容易踩界 甚至乎跌下去 騷擾到別人就不自知 是的 這些就要看一下 是不是敏感性話題 是嗎 要特別小心 是的 還要小心 犯法 你會構成性騷擾 萬一你跟別人說這些 不單止是你的形象 還有機會犯法 所以更加小心 另一個範疇就是 每個人都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患難見真情 是的 那個說法也是說 有時候身邊有很多酒肉朋友 是的 所謂感上添花就容易 雪中送炭就很難 是的 那都牽涉到 其實不是說出來吃飯 嘻嘻嘻嘻 就容易些去處理 但是當朋友有事有難 我們需要去安慰他的時候 語言都要轉一轉 不可以再嘻嘻嘻嘻 就是要看那個環境 那我說話的情緒都要拿捏 恰當一點 是嗎 因為難過這件事 是很難去量度的 他覺得很難過 例如可能寵物病了 那你又不是喜歡寵物的話 你就覺得 誒 什麼為這些東西難過 那就變成 其實對於他來說 都很難受 是的 我有一個經歷就是 身邊有個人就是這樣 寵物健康有問題 直到他真的過世 那真是不養寵物的人 真是形容得很好 是他 他們不理解 他說每一句說話 我看到是 對這個 當事人 都是一種傷害 以及每一次都嘻嘻 他沒有哄到他 他只說給他聽 唉 沒事啊 我認真是有事 是啊 他講話都很錯下 特別如果他們關係緊密的時候 他對他有期待 即期望他的安慰 但誰知道 換來一句很冷淡的說話 就相上加相 哇 那這些都 要 將心比己 就是說 沒錯 正正是要明白到 難過這件事 是沒有一個客觀標準 就不是說 在這條線底下 就應該難過 那條線底下 應該 開心 或者不開心 是啊 你反過來 現在可能一個小朋友 他跟你說 你哭了什麼事啊 我的貼紙爛了 對於他們來說 真的很傷心 這個例子很好啊 我們看下去 貼紙爛買過 但不是那個小朋友 有很多種種的原因 他覺得爛了這個貼紙 在這一刻來講 他就真的很傷心 雖然我們經常都說 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 但是去到這些情緒 感情的時候 就往往 當局者 才是個傷心者 旁觀者 不是痛在自己身上 往往就可能 站在另一個角度 就會輕視了這件事 如果是這樣 不如說 你真是逆地而處 或者想像一下 從一個 比較嚴重一些 他需要支援的角度出發 如何去安慰別人呢 盡量都是 說一些好聽的說話 適當的說話 會令到大家 共行一段路 就會更加平坦 這件事 不單止是 剛才說的小朋友 我覺得 任何年紀 都有機會面對 大家對一件事上 有落差感受 譬如說 有些男生 他們很喜歡車的 那些 譬如那些私家車的 輪圈 發了 他真的很心痛 那女生 永遠都不明白 那個輪圈 在地下輪圈 都是 化了就化了 但有些男生 不是的 又打蠟 有時候 明明 就算你自己 真的沒有那個感受 也好 你幻想 都要令到 安慰到對方 說一些好聽的說話 先不要下一個 價值判斷 就說 他覺得這樣 你這樣是 沒有用的 這麼傷心沒有用的 幫不了一件事的 這些 雖然都是 但是人都是 感情動物 所以 又不可以說 你不斷地纏繞著他 為什麼你還沒有好 為什麼你還不笑 有些事情 是要適度的空間給他 不一定說要 虛寒問亂 都要選擇適當的時候 可能適當的空間 是要給他 可能簡單的關心就是 如果你需要我幫忙 我隨時後命 這些 給予對方 亦都是 大家的友誼基礎 感情基礎 都是深厚的 即是 又去到一個 再嚴肅一些的話題 即是 人有生老病死 特別是 我們年紀到差不多 身邊 總會有些朋友 或者有人 就會離開這個世界 即是 那一下的關心 怎樣拿捏 恰到好處 都是一個學問 我覺得 又需要時間的空間 是的 又需要空間 這些大家都要 代定一兩個技巧 所以他需要時間去康復 他不能夠 依照我們 當然是朋友 是想見他盡快 重新生活 去一個正常的狀態 這個生活 這樣 但是可以在旁邊 就默默支持 是的 因為 那樣東西對他來說 真的很重要的話 這個是他應有的悲痛 就是哲學家來講 是 他不可以 跳過這個過程 就當沒事發生 Belle Sir 我最近收到一些家長信 原來 有些家長還會寫說 犬儀的 過於 好像以前有見過 很久沒有見過 或者 聊天的時候 這個誰來的 這個不是家裡的化骨龍 這些情境 可能對方在 小朋友在 都是要 以前還以前 現在就還現在 都要小心點去處理 其實犬儀這個字 我想問回中文的角度 其實是否真的有一種貶義 通常我們是謙虛的 譬如你來我家 我就說韓社 我家裡沒有什麼 招呼你 很窮困 但是 一般來說 就是小儀 就是我兒子 或者幣子弟 都已經是很夠禮數 如果再 再移動 貶低自己 自貶的話 就變得犬儀 就不是太好聽 就好像以前 有些人 我那個敗家兒子 就是這樣的方向 類似 是的 就是貶低了 因為就算那一刻 那個小朋友 都覺得沒事 但是他長大的過程裡面 他想起這個畫面 是的 都不是那麼好受 是的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 總是這樣的 越是上一代的 越是這樣的 新的很少 新的少一些 所以我特別 都要提一提這個 因為我們是講特別的情境 在不同的情境下 我們牽涉到 就算幾熟都好 有些說話 不能太過分 就算對方表面上 不介意 但是他不知道 夜難人症 突然想起 或者幾件事真的發生 很多時候 我們會 驟罵了對方 譬如牽涉到死字 等等 我也會盡量少說 因為你不知道 對他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都是說 好聽的話 盡量多說 咒語 不要聽的話 盡量避忌 這件事 我又有些分享 是關於做節目的 是 我曾經試過 在一些講座裡面 教大家怎樣主持一個節目 其中一個例子 我記得我剛剛入行的時候 有個前輩跟我說過 一番說話 我就記住 到現在都很小心 就是 記住做節目 比如兩個主持人 或者三個主持人 現在有時候會很開心 那些年輕人都在聊天 哎呀 你 你聾了嗎 你騙的嗎 我現在 你錯了 輸 扣你一分 哎呀 你是不是弱智 扣你兩分 這些說話 可能大家和朋友聊天 就沒事了 但是 如果你想想 在一個大氣電波 聽著收音機 真的有很多不同類型 或者不同背景的人聽 當然不是說 那個當事人 是 就是 有這個問題 可能是他的家人 或者他的兄弟姐妹 可能都 可能有一些殘疾 或者障礙 可能他聽到的時候 會很傷心 沒錯 從而令到 我覺得 做節目 既然有 幸運地 那麼多人聽到 那就 小心地說話 今時今日 不是只是做節目的 你上網 都是要小心一點的 沒錯 會傷害到人 正向永遠都是一個好的抉擇 因為大家都是平民百姓 是啊 其實生活上很多的艱難 磨難 已經夠折磨的了 是啊 好辛苦 做事又辛苦 回到家裡 臭兒子又辛苦 臭女兒又辛苦 我們不如正向的正面積極勵志 是 那就好過 開玩笑 開得太過分 是啊 對方 沒有即時 面露不悅之息 但是 都是一種的 嘲忌 人最慘 就是 在一個開玩笑的情況下 傷害到人 這些是最 最不值的 沒錯 我立心想傷害你 就說 我都有這樣的動機 原來我們不是想著 傷害人的時候 傷害到人 那就應該要改善和學識一些技巧 不要發生這些事情 是啊 就算說 譬如現在 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有些舊生找我 一起出來喝茶 可能是 負責佈委的就是我 沒有所謂 但是 他的回應等等 都好像是指令式 這個我就覺得 雖然是可以做到 亦思亦有 但是我又覺得 禮多人不怪 我會站在一個就是 這個是我師長 是啊 我盡量都是 多謝前 多謝後 多謝他出席 是 我穩定位 或者是做很多事情 然後才請老師去 那樣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一個群體 都適宜推廣的 就是 專師眾道 是 如果不是的話 這套標準沒有了 就變了 我不知道 感覺上有點奇怪 我覺得 就可能 有些人 就 會 持著一套老師 人品好 心理善良 就 拿來便宜 是 當然我不會 黑面的 我都是 沒什麼所謂的 就是 很樂意去做 但是我就覺得 如果那個學生 是這樣去對 一個師長的話 他在工作上面 可能要吃虧 對 對 絕對是 認同 這個東西很重要 如果一個老師 換轉在工作上面 就變成可能是他的上司 是 或者一個老前輩 是 如果都是這樣去對 一個老前輩 或者上司的話 到頭來都是自己吃虧的 所以說一樣米樣八樣人 阿婆惠老師 你接觸這麼多學生 你教書 教最好的知識給他們 你就盡力了 但是他們最尾吸收到 是多少呢 他們成長是怎樣 他們怎樣運用在他們生活上 就真的有長短 我們重視細節 剛才說起這個話題 我都很有體會 就是都教了這麼多年書 那些學生都紛紛出來社會工作 有些都成家立室 那我有時想想 有哪些學生較為成功 他們有什麼條件呢 這樣都是說 很有禮貌 很懂得把握機會 還有努力向上 那說話就很少會很難聽的 或者是他注意別人多些的 這一點大家可能要 借鑒一下 一些的成功例子 相反 有些本來成績很好的 第二天未必見得他 有很好的發展 為什麼 就是可能都是過於自我中心 就是想到 此財傲物 覺得這個社會沒有給我機會 但是錯過了一件事 就是面對自己 一些和人溝通的問題 所以一個人的成功 是不是單方面的 很多方面 就是你成績好 你出到社會不會處理 又是弄的 有些人可能成績差 但是他做人接物是做得好的 都看到他有一定的成就 但是如果比如說 去到說回我們的話題 我們說說話技巧 語言表達 一定是沒有壞 你學會到這一點 無論你成功與否 你生活一定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沒錯 當然我們說慎言是一種警惕 我又不可以說 你這樣說 是否表示袍毀你 就很成功呢 絕對不是 正正是 都成功的 多謝你鼓勵 做到老就學到老 反而這個思考和改善是很重要 如果那個學生 他中五的時候 又是這麼自我 去到做了十年事 都只是想自己這麼自我 我覺得他好像沒有受過這個社會大學的分途 進步 無論怎樣都好 希望大家聽完我們這一集 特別情景要慎言這個主題 令到大家都有所得著 可以套用到日常生活當中的一些點滴 在這裏要多謝蒲偉老師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給你Sir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